立法院成立跨党派立会组成的修宪会员会后 修宪列车正式启动 面对修宪进程 蔡英文总统10号出席No News举办的修宪论坛开幕致辞时宣示 国家体制的强化与民主的深化 是他第二任期的重要工作之一 身为一位连任的总统 因为没有连任压力 他将更能客观思考国家体制与宪政改革 留给下一代更能支撑未来考验的宪政体制 面对修宪的超高门槛 蔡总统再度向在野党喊话 强调修宪是国家大事 需要朝野合作才能达成 他高度期盼修宪委员会的运作过程中 朝野能寻求出最大程度的修宪共事 再一次强调 朝野合作 世代合作 这是现场成功的必要条件 也是台湾社会前进的必经的过程 那么我也会带领我们执政团队 还有执政党为此来努力 也需要各个政党和公民社会来共同努力 没有人应该要自身事外 这场休闲论坛 除了蔡英文总统 立法院长游锡坤与跨党派立委出席对谈外 现场也有不少青年与会 蔡总统说 年轻世代在宪政改革中不能缺席 他期盼朝野各党在修宪委员会中 能就各项宪政议题充分对话 多聆听青年的意见 尤其18岁公民权 是朝野政党有共事的项目 民法年龄下修到18岁的草案 也已在立法院审议中 他乐见18岁公民权能有明确进展 让宪法与法律有机会与时俱进 契合台湾社会的价值 总统最后并下达全体动员令 他强调修宪是全民投入的工程 更是一个国家社会总动员的时刻 只有大家都动起来 才能达到修宪的目标 期待这次限改工程能有具体进展 庄广播电台记者 杨仁祥刘宇秋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